真的 麵糰在桌上不斷的搓揉 不說還以為正在做饅頭 整顆 哇 你整顆會怎樣 將麵糰放入一整顆蛋 再用粽葉包起來 進行區會今年推出 以饅頭為食材的健康粽 取代傳統糯米的肉粽 希望提供長者多一項選擇 我們是怕說它糯米 有比較方位 比較不好消化 所以我們就改用是麵包 然後裡面有蛋 然後做的話應該是比糯米飯還好做 因為糯米飯工序很多種 健康粽外皮加入抹茶 充滿茶香 區會推廣健康粽 邀請有廚師證招的媽媽們 手把手交易長童子偉 和市議員張浩瀚一起包粽 我們端午佳節要到了 來特別請我們非常專業 以及執照的老師來特別包粽子 給我們的老人家 給我們的長輩 那我們這個粽子很特別 等一下讓老師來介紹 讓老人可以吃 然後幫助消化 又可以體驗端午佳節的感受 不會讓老成為一種生活的歧視 他們也可以吃到這個麵包 包著粽子 然後又可以體驗到端午佳節的這種氛圍 我覺得非常感謝金融區議會 而且今天包的粽子 都會交給七個區的弱勢長輩 然後還有育幼院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 我跟浩瀚議員在這邊非常感謝金融區漁會的用心 讓我們金融市高齡化社會可以感受到端午佳節的愉快氣氛 我想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粽子 跟一般的粽子真的很不一樣 其實也是漁會這邊跟我們的老師特別的一個用心 知道說煮米對非常多的一個長輩來講 是一個非常難消化的這樣的一個食材 所以特別選用了類似像麵包 饅頭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呈現給我們地方的一個長者 那希望讓他們除了在端午節能夠吃得開心以外 那更重要的也是吃得健康 那我想金融區議會 那不只是做在平日 在做這個端午的活動 像平日中午 他們現在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個社區公餐 熱騰騰的健康粽出爐 一陣茶香扑鼻而來 讓人食指大動 這個健康粽是特別為我們在地的老人 特別設計的 因為露米不容易消化 這個用麵包 全麵包來做 用抹茶香味 讓老人家吃得可以容易消化 有一個過動節的特別的意義 金融區議會推動漁村綠色照顧 針對漁村長輩規劃不同課程 平常提供營養又健康的便當 還不惜砸下重金 設置了烹飪教室 每到逢年過節 就請家政媽媽設計營養餐食 所以我們每個星期都有關懷老人的便當活動以外 每個星期我們會請老人家到宜未來走走 辦很多的活動 說唱還有烹飪 還有烤麵包 例如說做粽子每樣都有 我們希望老人家不是孤孤單單坐在家裡 有時候天氣好的時候能走出來 它不是社會遺忘的一群 大家金點心用一點心來關懷照顧他們 我想他們感受會很深的 而且身體精神上都會更好更健康 段永節快到了 漁會推出以饅頭取代糯米的健康粽 讓消化系統比較不好的高齡者 也可以感受到端午的氣氛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道